昨天国座事业,独港町陆天国康台北和日本专业农业大学第三个号国庭部的学生来进行实行交流 两间学校的学生好想介绍自己的学校团建设,也用本带来方式来进行交流 提升学生的合适性处,达到国座交流的目的 学生真人真面对警察的听说,陆天国康台北和日本专业农业大学第三个号国庭部的学生 基本上是新交流,北来头电学生的国座事业 国际教育、国际交流是我们洛京国小想积极进行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洛京国小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高中部的这个国中部的学生来做交流 那你今天的午餐要吃什么,是我们的交流的主题 因为日本是一个长寿的国家,那台湾是一个物产很丰富的国家 他们的学生讨论的主题是彼此的食物午餐是什么 他们透过一些PPT的一个交换,然后运用英文来进行这一个彼此生活的一个交流 第二个他们要讨论的是制服,他们以他们的制服为荣 日本是一个很有礼貌,很守秩序的国家 我想第三个他们要交流的是彼此的兴趣以及流行的东西 让孩子能够认识到日本,让日本的孩子也能够认识到台湾 那我想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学生 他们想要互相进行一个国际交流 可以提升他们的一个国际视野以及文化的认同 理解认同彼此最后的合作是我们国际交流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还想他会简报,也要了解人间好好上课时间 还想最好跟营养午餐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也要提升这边一位合适幸福 在跟日本交流,日本的学生很热情也很活泼 然后我从简报里也知道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像是他们的午餐很丰富 课表我们礼拜六没有上课,他们礼拜六是会去上课的 他们在衣服上也会比较有规定,比较演绎些些 这样子的上课可以让我们知道日本学生有什么特色 之后也可以知道哪里是他们觉得我们台湾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知道日本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四新交流的过程中,小便有体验到各国小学的教学在少 达到各国籍教育的博典 多长新闻,点贵应六更,彩虹度等